在西班牙人与巴列卡诺比赛前,有新系的球迷发现,吴磊入场时,背着是带着中国队Logo的背包。 众所周知,球员一旦成为了俱乐部的球员之后,无论是衣着还是行李箱,俱乐部都会统一标配。 而吴磊这次背着带着中国队Logo的背包,一方面说明,他心目中一直有国足。 另一方面也说明,吴磊确实是好孩子,节省,虽然这是一个非常细小的举动,但是对于中国足球和球迷来说,却是非常欣慰的行为。 吴磊在国足比赛中,由于经常发挥失常,对比他在上岗的进球状态,他也因此遭到了不少球迷的批评,指责他一进国家队就发挥失常。 难以理解,和吴磊颇为相似的。 还有中国女排朱婷。 朱婷在加盟瓦基福银行后,不管现身哪里打球,他都时刻不忘记自己的祖国。 在赛场上总能看到他的护肘上,绣着五星红旗。 他用这个护肘,来时刻警醒自己是中国女排的形象。 中国人历来充满荣誉感和归属感。 像吴磊、朱婷,以及巴黎的王栓,这些征战海外联赛的球员。 其实他们的内心,应该特别渴望证明自己。 不说为国争光。 至少可以让更多国外球迷认识中国球员。 认识自身的实力。 也祝愿他们在国外能够斩获更多成绩或进球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